我不會怪任何人 都沒有怪我爸爸 不會怪任何人 因為真的純粹是個悲劇 一夜之間 家裡沒有兩個子親 初六下午 一家望著遺照 哭成女人 我們整家人 包括我爸爸 都很疼他 我兒子病了很多天 他照顧了很多人 十三個月大的兒子 因為早前回到內地 夜都流感 感冒兼發燒 令爺爺情緒低落 可能因為太緊張 可能有些情緒上的問題 可能我們察覺不到 加上做紮鐵的爺爺 年多前因爲為潰洋惡化 開始失業 因為他太過半家 但人家做不到事 即是他想搞什麼我沒有擔 即是他想搞什麼家庭 就擔心 但我還沒想到 爺爺又懷疑過 說想死 但家人都沒有在意 直至在初五個時 在牛頭角採德川家 抱孫跳樓 我不是在房間 我只是走進去看電話 我也不做一分鐘 可能沒有幾次 但是很突然 應命的他 希望可以減輕悲痛 我發生的時候 我都買了幾把手 回來 鎖上窗 看到我都有陰影 我心都很不舒服 還希望房主 可以看出他們 安排搬遷 蘋果日報慈善基金 已經撥款兩萬元 緊急援助鄧山一家